在外 她们是妙手人心的女中医 在家 她们是为父母解忧的小棉袄 她们用自己精湛的艺术 铺平父母晚年的健康之路 与中医的静老芳敬请收看 欢迎大家收看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是由资补国宝东哥哥交赞助播出 那么这几天呢 我们都是请我们的中医大夫呢 给大家呢 带来自己给家里老人开的良方啊 要把我们发自内心的关爱和呵护 都献给我们的老人 那今天我们所要围绕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大屏幕 养心 大家都想呢 随着岁月的流失啊 人老了 这是不可避免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心要不老 究竟如何做到呢 考考两位 我觉得跟饮食应该有关系 是吧 多吃点肉 然后心态也要好 就不要操心了 是吧 这挺好 你这一条吃肉 我觉得就不对 吃什么补什么呀 吃心补心 心是肉长的 就说吃肉 还是离不开吃肉啊 那今天呢 要给我们带来良方的 这一位专家老师 是谁呢 我们从大屏幕上 来认识他 就是我们的求胜蕾老师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邀请 北京中医院 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 求胜蕾 为大家带来敬老方 掌声有请 求老师 你是带着生日蛋糕来了吗 来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了 一个养心的礼物 这礼物呢 里面有三个 保养心脏的小方法 这个呢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年代 心血管病的 这个发病率特别高 然后呢 咱们的家人呀 咱们的亲戚朋友之间 可能都会经常听到 有人说 我这儿不舒服 心里难受 胸闷呀 心慌啊 气短呀 那么我的这几个 养心的小方法呢 主要是送给家里的 长辈来用的 特别是呢 我把它送给我的爸爸 来作为这个养心的 这样的方法 来自小棉袄的 关心啊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一看 邱老师啊 今天带来的爱心是什么 哦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一壶茶 一壶茶 这个是什么 对 这是给大家带来的 第一个养心的方法 这是一壶茶 我给它起名字呀 叫三色养心茶 是送给爸爸来护养心脏的 这个茶呢 它的主要呢 它是一个 补气活血的一个作用 你可以闻一下这个味道 有一种淡淡的清香 对 清香味十足 所以 这个三色茶里边 究竟有那些好东西呢 我们请求主任 先落座 来给我们仔细讲解 好不好 来 有请 邱老师今天带来的是 三色养心茶 给爸爸的 那是不是老人的 这个心脏不太好啊 对 是 我爸爸呢 他是在七年前发现 得了这个冠心病 之前呢 也是因为我们忙于工作 疏忽了这个老人的 这个身体健康 曾经呢 可能因为这个心脏病的 这种突发差一点 那个发生了这个生命危险 当时也觉得特别后悔 然后呢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中医大夫吧 我也是一个心血管科的大夫 所以呢 我就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 爸爸犯病了以后呢 我就开始想办法给爸爸 怎么样能让他这个心脏 不再加重 让他保持住 目前的这样的一个 通过咱们的这种治疗 保持一个比较好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 所以呢 就想到了这个 用这个泡茶的这种方法 中药泡茶的这种方法 来给爸爸来养护心脏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现场呢 也请来了 求老师的父亲和母亲 我们掌声欢迎 说说阿姨 欢迎 说说好 阿姨好 来请坐 好 说说您今年高瘦 今天起尸 当时心脏方面的问题 心脏出现了不舒服 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还记得吗 还记得 这是2012年 七年前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说说 当时病的状况吧 感觉到这个 这个胸 弥漫性的 胸部痛 他痛啊 痛得好厉害 痛得厉害的时间 在铺上大滚 哎呦 这么厉害 浑身 浑身 浑汗 浑身 浑汗 那么这种情况呢 就是后来 后来这个女儿下班了 下班的时间 刚好 那个病就发作了 他一看这个情况 哎呀 说爸爸 你这个脸色也不对 你这个 你这个精神也不好 你是怎么回事 我当时跟女儿说 可能 就是 胃伤的毛病吧 您给自己诊断是胃病啊 还是医生说的呀 不 我因为我以前呢 知道以前是胃病 哦 以前有胃病 以前有 因为后来这个发作 一次比一次厉害 嗯 我没怀疑 它是心脏出了问题 哦 您不知道是心脏出了问题吧 不知道 哦 哦 所以一直当作胃病来治疗 是吗 对 可是 求叔叔 我想问问您 您家里边女儿 就是一位医生 而且还就是一个 心内科 心内科的医生 您守着女儿 为什么不告诉她说 我最近不舒服 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当时 求主任也是 您是自己的父亲 天天在一块生活 您这察言观色 看看 是不是有不舒服 不适的 应该也能及早就发现 对 确实是 因为我爸爸 他这个心脏病 当时发作 他的这种症状 不是典型的这种心脏的这种 在心脏这个部位的这个疼痛 他还是这个胃腕部的 这样的脚痛 因为他以前 他有胃病 而且心脏病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发作的时间特别短 可能几分钟就过去了 他不是持续一整天这样的 所以爸爸 他发作的这几次呢 刚好我都在 那个工作 在单位上班 不在身边 所以没有看到 他这种发作的表现 他自己跟我说 就是最近老觉得胃疼 然后吃点胃药就好了 我一听 他吃点胃药就好了 我也没往心里去 然后就是刚才说的 那有一天 下班回来之后 他当时就赶让他发作 就是疼得那个 浑身出大汗 脸色都是苍白苍白的 说话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 特别不好 所以这时候我就怀疑了 我说 这可能是不是心脏有问题了 因为之前做体检 也都是做一些基本的 做做心电图 查查血 没有对心脏做这种 进一步的深入的检查 然后我想 赶紧带着上医院 咱们进一步查查吧 结果上我们医院以后 做了一个心脏的增强CT 一查 确实是冠心病 为什么很多人心脏病发作的时候 不是心脏疼 他反而是胃这个地方不舒服 咱们现在临床 很多心脏病的病人 他在发病的时候 他不是这种典型的 心脏部位的这种不舒服 有的病人会觉得 胃腕部不舒服 有的病人会觉得牙疼 还有的病人可能会觉得 这个左上臂 还有的会放射到 这个左手的手指头会疼 就是有这种 它是沿着心脏的 这种神经分布的这种区域 来表现的 所以很多病人的这种发病 都不是特别典型的 这样的心脏的表现 就很容易被咱们忽视 或者是被漏枕 所以这种情况 如果大家要是以后 再遇到这种情况 一定要首先考虑 咱们是不是最严重的一种问题 就是是不是心脏出了问题 周周周现在的状态怎么样 现在的状态非常好 觉得挺好 就是当时因为 也算发现得及时吧 就是差一点 如果我觉得我可能那天 如果我要再晚一点到家 有可能就发展到心肌梗死了 起活了 那个时候这么严重了已经 对 那那个时候做了哪些治疗 当时发现了以后 就赶紧上我们医院 做了一个CT 叫肝状动脉CT 肝状动脉CT 发现了心脏 咱们总共有三个大的血管 就是前降肢的一个 重度的一个堵塞 然后呢 就直接办了住院手续 在我们医院住院了 住院以后呢 我们给他做了一个 心脏的这个支架的治疗 然后呢 术后 开始给我的爸爸 就是规律地服用 咱们心脏病的这些药物 同时呢 我又给他配了一些 咱们中药的这样的条理 中医的这样的 一些保健的这种方法 爸爸这七年来呢 一个是坚持吃药 另外一个呢 是有一个比较好的 这种生活习惯 所以现在呢 一直身体都挺好的 那您这个三色茶 是什么时候 给叔叔欺上的 爸爸做完手术之后呢 还是身上有一些 疲倦的这种情况 舌质呢 是比较暗的 还有一些这个舌下落脉 是比较郁区的 咱们从中医辩证呢 就是属于气虚血液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我就给他配了 这个三色养心茶 来给他补气 养血 活血化瘀 爸爸从那时候 一直到现在 时不长的 就会自己泡一些 这样的茶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保养 气虚了 对 血瘀了 对 那是很严重的问题 那么我们生活当中 会通过哪些症状 来判断 是否是气虚血瘀呢 就是像刚才 我说到的 爸爸在发作的时候 就是浑身没有力气 不想说话 躺在床上 不愿意起来 还有一些那个病人呢 可能会表现在 就是浑身 有一些出汗 出虚汗 不爱动它 不爱说话 精神状态呢 是就是 对什么都没有精神 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有的时候 一活动的时候 就可能会有这种气短加重 胸闷的情况 心慌的情况 常常在咱们这个 比如说走路啊 爬楼啊 这些过程中呢 会出现这些症状 会更严重 这些呢 那这个是不是呢 这个老年人术后的时候 容易有气虚血瘀的 这些情况 还是说老年人 可能普遍都会有 这样的情况 在术后的病人呢 体虚的这样的情况 会多见 那么咱们平时 有一些病人呢 他虽然没有做手术 但是他的 尤其是咱们那个老年人 咱们年半百而衰嘛 过了这个 四五十五六十以后 咱们的人体的 这个整个的技能 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所以咱们的这个脏腑啊 都是属于一种 这种开始 虚 开始往虚的这种方向 发展了 这样的一个过程了 所以可能很多人 都会觉得力不从心啊 会有一些这种 就是属于这种虚症的 这样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很好奇 刚才那么清香的 三色养性茶里边 有哪些好东西呢 好 那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三色养性茶 这个茶里面啊 最主要的一个药物呢 叫黄芪这味药 黄芪呢 他最早呢 建议咱们的神农本草金 在这个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里呢 说黄芪 芪者 长野 就是 是补药之长 是咱们补气药里面呢 效果最好的一种 这种补药 在咱们的这个心血管病人里 因为气虚的病人非常多见 而且很多这种血淤症 也是因为气虚引起的 所以这个黄芪的这个 在心血管的这个应用领域里面 是应用非常广泛的 您刚才说到血淤 很多是由于气虚造成的 对 因为气虚 是不是说这个气虚了以后 就推动不了这个血液了 对 是这样的 咱们终于讲气为血衰 如果气虚了 那么血液这种 推动没有力量了 它就会淤积在咱们的血脉里面 就发生这种血淤的症状 那这个黄芪用的是生黄芪是吗 对 咱们这药里面 用的是生黄芪 生黄芪有哪些具体的功效呢 生黄芪呢 它首先最主要的 就是一个补气的作用 此外呢 它还有给咱们这个 顾表止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这个止汗我能理解 顾表是什么意思 是说给我们要 加上一个盾牌吗 比如说咱们在天热的时候 咱们的毛孔开泄了 咱们会出汗 这个气孔开了 那么到冬天的时候呢 咱们呢 毛孔要闭 不能要这样大出汗 是由气来起这种 顾涉作用 如果咱们气虚了 这种顾涉作用不行了 需要它出汗的时候 它不出汗 不需要它出汗的时候 它反而出大汗 就紊乱了 这就是咱们气的 这个顾表止汗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补气生羊 补气理解 生羊的意思是什么 是让这个人更有精神吗 对 有精神 深乏咱们的羊气 羊是主咱们这种 向上啊 热情啊 这种属于 一切这种动的这样的 这个机体的活动呢 都是跟它有关系 那我看好像很多人呢 在平时的保健当中 都是用黄旗来泡水喝 是这样吗 说可以提气补精神 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办法 像咱们所知道的 这个胡适老先生 大家应该都是非常熟知的 他呢 在到了这个中年以后呢 他就觉得自己 给学生们讲课力不从心了 所以他经常呢 也会泡一些这个黄旗呢 来给自己提气 说他在那个讲课之前啊 都要喝几口这个黄旗水 喝完这个水以后呢 他上课 这个声音就特别洪亮 讲的课的这种精神状态 精神面貌呢 也特别好 所以说这个黄旗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补气的药物 在我们北京中砚心血管科 我们很多治疗心血管方面的药物 也用到了黄旗 比如说我们治疗心衰的心衰合剂 还有我们的治疗冠心病的 深圆一气活血胶囊里面 都用了这个黄旗 来作为一个补气的主要 来给病人达到一个 这种补气的作用 三色养心肠的第一位啊 是黄旗 第二位究竟是什么样的宝贝呢 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上公园里头 想的那个梅花呢 对 是不是电视剧里边 比如说皇上 我喜欢梅花 我最喜欢的电视剧 梅花三弄 对 多浪漫 对 白梅花呢 它也叫绿鳄梅 其实就是咱们观赏的 这种冬天里观赏的 这种白色的梅花 那这白梅花呢 它其实不是开花了以后 咱们给它入药 而是在它还没有开的时候 含苞待放的时候 这个花蕾咱们给它采下来 晒干了以后 咱们给它入药 这个是咱们用的 这种药用的白梅花 白梅花 白梅花的主要作用呢 它是一个芳香形气 和树干解育的作用 为什么呀 就是咱们这个 刚才说了 那个心脏病 是因为这个气虚引起的 气虚了 然后呢 血液运行 不流畅了 没有力量了 那么就容易导致淤质 那么如果我们给它 气补上来了以后呢 还得让它转起来 如果不转的话 它还在那淤着呢 所以呢 咱们终于有一个 这个治疗方法叫 补中有形 就是边补 还要让它走起来 行起来 要行气 那么梅花呢 就是一位非常好的 一种行气的药物 它呢 就是帮助咱们 在补的过程中呢 不发生这种气机的雍质 另外一个呢 就是白梅花 还有一个作用呢 就是疏干解育的一个作用 为什么呢 就是现在呢 咱们心血管病人非常多 心血管病人呢 咱们临床发现 它不光是有这种 生理上的这种问题 很多病人呢 它还有这种焦虑呀 抑郁呀 原来像我爸爸 原来身体很好 突然一下 得了这么一个重病 它有很多病人 它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咱们现在心脏的这个治疗呢 也讲双心治疗 一方面要治疗心脏本身的问题 另一方面要给别人 调理这个心理的这样的 做这种心理的疏导 所以白梅花呢 除了有芳香行气的作用以外呢 还可以帮助咱们疏肝解育 是一味非常好的 而且它的这种味道呢 也是比较淡雅的 咱们有白梅花了 咱们刚才也有这个黄芹了 还有什么 还有 炒山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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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 炒山楂 但是心脏不好 为什么要吃山楂 这不是开胃的吗 对 咱们一般认为 山楂都是开胃的 确实它是一个 开胃的一个好药 它有健脾和胃的一个作用 健脾消失的一个作用 但是山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它有一个 活血散淤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作用 因为那个爸爸他有心脏病 另外呢 他原来也有胃的这种 这个脾胃病 所以呢 这味药呢 对他来说也是特别适合 而且山楂的味道呢 它是有一个这种酸甜的味道 所以咱们在泡的时候呢 稍微少少地放这么两三片 如果你要是喜欢酸 你可以多放几片 你要不喜欢酸味呢 你少放几片 它可以让咱们这个茶的味道 一方面让茶的味道更好 有一种这个清香淡雅酸甜的 这样的口感 另外呢 它还有这种 咱们主要是取它的这样的一个 那个活血散淤的 这样的一个药理作用 所以这三味茶 三味这个药配在一起 就是一个补气而不庸质 活血而通经络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为什么要炒一下呢 不用那个买的鲜的 对 因为就是炒一下 因为它的那个酸性就会减弱一点 主要是因为它 主要想取它的这个活血化鱼的作用 如果你要放太多 它会酸味很重 所以给它炒一下呢 它这种酸味就会给它减轻一点 因为叔叔那胃也不好 对 太酸了 太酸了还伤胃 喝了六年了 每天都喝吗 叔叔 我基本上每天都在喝 我看你现在红光满面的 这好像要涂了腮红一样 对 这真的对 细色很好 这个没有这个 在这个病以前 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那时候感觉到 感觉到冬天这个没有力气 我已经打开了 也不爱说话 你看 没有 叔叔我没发现你不爱说话 真的 到了这个冠肺病以后 比以前的身体还好了 这就与这个女儿的 机械性的这个照顾 机械性的这个调理分不开的 我们掌声给鼓励一下好不好 不管你有病和没有病 经常喝一点 都对这个身体有好处 现在我就有问题了 这个其实叔叔每天 沏茶的时候呢 就想起女儿来了 这女儿呢 在医院要开这方子的时候呢 就想起父亲来了 是一种爱的传递和联系 对 但是呢 这个茶是求主任 您特意为叔叔私人定制的呢 还是说这种茶 在您的这个患者当中 也都很普遍地给大家开呢 对 在这个临床的患者中呢 我也是经常会建议他们 会用一些这样的重要的代茶饮 因为咱们一个是起到这个防病 治病的作用 另外一个呢 也是起到一个保健的作用 长期的你说吃药吧 要喝汤药 很多病人他可能吃 你要吃一次两次还行 那苦药汤子 毕竟他长期他接受不了 所以呢 就会给病人想一些办法 让他能接受咱们中药的 这样的调理 就会去想一些这样的 一个是味道上 从口感上不能太苦 另外一个呢 还能起到咱们的这种治疗作用 所以说类似于黄芪 梅花 山楂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样的 给病人有调理作用的这样的 从这个口感和治疗方面 都能双重 都能达到咱们互相满意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这种药 我都会推荐给病人 会经常使用 说说这茶 你每天都自己漆吗 每天都在漆 有没有什么小窍门 要注意些什么 您能不能教教我们 把它现在锅里面 小锅 小锅 冠军锅 现在熬它一个两三分钟 熬一下 熬一下 熬一下它的味更浓 大家可以尝一尝 煮熬 煮熬的话 它有清香的味 它也不酸 但是这个炒三抓片 你不要放太多 我一般就是放两片 就放两片 这个你想这个松黄芪 也是两三片 这个白梅花 我放它四五多 梅花多一些 白梅花放多一点 因为梅花比较轻 它的那个重量比较轻一点 所以梅花 你虽然放个四五多 但其实它跟黄芪比起来 它还是属于 就是黄芪 还是以为主的 因为黄芪相对沉一点 所以黄芪 你可能放个四五片 五六片的 但是那个 在这里面还是黄芪 是最主要的 一个咱们终于讲 君臣佐矢嘛 黄芪还是一个军药 白梅花呢 是属于咱们臣 要辅助黄芪的 山楂呢 是一个佐药 是佐助黄芪的 它们这个三味药物呢 大体上是这样的一个 搭配的比例 想不想尝一尝 想 我尝半天了 期待已久了是不是 好的 二位下午茶时间到 酸甜口 你这个口感 我就说这个味道 因为一般有时候 那个黄芪啊 冲泡起来 那个土形味比较浓 对对对 但是这个呢 用那个梅花 清香 喝点山楂一褶 山楂的酸 不太喝得出来 黄芪的味道 反而没有那么重了 然后口感就来说 入口就是有点酸 山楂的味 然后再回甘的时候 有点那个梅花的 那个清香味就出来了 还稍微的有一点 毕竟是中药的那种 有一点小土 有色一点 但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很好喝 好的 我们掌声感谢 求主任给我们带来 这么好的三色养心茶 那么刚才为大家介绍了 第一份敬老方 第一份给老人的礼物 那么今天的这个 爱心的礼盒里边 还有哪些宝贝 要给我们展示呢 下面呢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送给爸爸的第二份礼物 爸爸好幸福 真的 有这么一个小棉袄 哎呦 这是什么 你的 墨宝 哎呀 好可爱啊 是一个咱们这个 一个筋络 筋络图谱 这是一个 这也不像叔叔 对 我们也不像叔叔 这个是咱们这个 人体的一个 人脉的一部分 人脉啊 对 人脉的一部分 这个呢 是我请人专门 那个为爸爸定做的 这个呢 取血啊 它是取的是 这是咱们人体的 这个人脉的一段 咱们的这个人脉啊 是最早记载于 咱们的皇帝内经 是属于 其今八脉之一的 人脉呢 咱们讲 人为这个 阴脉之海 人脉是咱们的 身体的阴脉之海 那么它呢 是位于咱们人体的 前正中线 走形呢 是起于咱们的包中 一直指到 在指于咱们的 这个河下 就是从 从这个下到上这样 正中线的 这样的一个脉络 那么这个 这个穴位呢 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 一个这个 这个 这个脉脉 它的主要作用呢 有调节咱们这个 全身的这个 气血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结合爸爸 他的这个 本身的这个 心脏的一个情况呢 取了其中的 这一段 这一段上呢 有几个重要的穴位 都是有这种 保健和治疗的 这样的作用 所以呢 我把它这个 请人给它画出来 并且把这个 具体的穴位呢 标注出来 这样的话呢 可以提醒爸爸 每天呢 进行这样的 穴位 经络穴位的 这样的按摩 帮助咱们 那个来起到 这样的一个 防病保健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叔叔 您应该给大家介绍介绍 这个穴位都有哪些呀 您记得住吗 这穴位 你看我说 一个也给他说不上来 我就看到这上面 这上面吧 根据这个穴位 我一般晚上睡觉的时候 九点半多 十点钟 这个时间睡觉 我就这样 这样按摩 就是这样 对 您这样捋多少下呀 捋吗 捋 往下捋 往下捋 我以为你是暗呢 不是暗吗 不 我不是一个个 我是中哥 对 就是这样 从上往下这样捋 它是达到这样一个 调畅气血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每天晚上捋 就是 每天晚上 对 每天晚上睡觉前 这是时间吧 一般的这个 十分钟以内 七八分钟 有好多好多次 都是在 这按摩按摩完了以后 还睡觉了 叔叔您给自己捋 睡着了是吗 对 你太棒了 这个 你三分钟五分钟 睡了 不知道 所以按摩这个学位 这样按摩衣服吧 根据这个 这个 有清醒安神的做 睡眠 我根据睡眠 有很大的活数 我是有这个 清醒的体会 阿姨跟着做吗 做做做 我也做 您先睡着 还是叔叔先睡着 不知道 我睡得更快一些 可能 睡得更快一点 对 也不要太用力 反正你也感觉到有一点压 对这个 这个身上的皮肤解除 有点这个 压力 你都压了 你都压了 对吗 这样往下捋 躺下的时候 躺下 躺下这样 躺着躺着 平躺着 平躺着 按了多久了 也是 就是这个 快七年了 快七年了 每天晚上坚持 每天坚持 每天晚上 习惯了 躺着就想着 要按摩一下 按摩一下就舒服了 习惯动作 所以其实我们 自己在睡觉的时候 也可以自己来 抚摸自己的人脉 稍稍有些力度 就可以往下按 对吗 对 因为人脉 它这样从上到下 对咱们的各个脏腑 它都有一个调节 这个气血的一个作用 那么对于 那个我爸爸来说呢 因为他主要是 一个是心脏方面的问题 脾胃方面的问题 然后另外那个男性 虽如大前列腺 也稍微有一些不好 那么所以给他 把这一段标注出来呢 主要是 你看最主要的 上面有一个这个 蛋中穴 蛋中穴 和聚缺穴 蛋中穴呢 是咱们称它为气海 它呢 是咱们心包筋的 一个木穴 聚缺穴呢 是咱们心筋的 一个木穴 那么这两个穴位呢 对于心脏呢 有非常好的一个 保健作用 可以宽胸礼气 清心凌神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所以呢 对于爸爸 这样的心脏病人来说呢 是非常好的一个 这种 穴位按摩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么还有呢 有咱们的这个 上碗 中碗和下碗 那么这几个穴位呢 是有咱们 调理脾胃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么爸爸 因为他有脾胃病 所以对于他来说呢 比较这样的 一个保健作用 那么气海和官员呢 是有这种 补气 生羊 还有有这个 培缘固本的作用 对于爸爸他这样的 这个前列腺不太好的 这样的病人呢 也可以起到这样的 预防保健作用 所以他每天这样 从上到下 这样的按摩 等于他身体的 这些主要的毛病 都可以起到这样的 一个很好的 一个调理和保健的 一个作用 那您说 要是别的观众朋友 有一些 什么冠心病啊 或者是心脏 有一些问题的话 也理这个人脉 也管用吗 对 管用 因为他这条筋脉啊 它是咱们的阴脉之海 刚才我说 起于包中 止于河下 总共它上面 有24个穴位 这24个穴位 和咱们肌的 这个五脏六腑呢 都是有非常密切的 这个联系 所以呢 咱们在平时按摩的时候呢 你也不一定 要从这个 蛋中穴开始 你可以从往上 比如说 你有那个 肺气的不好 或其他的这些 相关系统脏腑的疾病的话 你都可以做 从上往下 这样的一个按摩的 这样一个 那好 那刚才呢 我们也喝了茶 我们也对自己的 做了一个人脉的按摩 那么接下来这个时刻 我们还将迎来 哪些宝贝呢 求主任 下面呢 我就给大家送上 第三份礼物 第三份礼物呢 是一个 因为我是在新疆长大的 是一个新疆的 一个面食 太好了 终于可以吃了 好囊啊 太棒了 我看了 羊肉串 羊肉串 我们先来看一看 好不好 来 求主任 您给我们展示一下 好的 居然不是新疆的烤囊 不是烤囊 也不是烤串 对 就是我们新疆 我从小一直在吃的 一种花卷 是用新疆的一种中药 做成的 一 二 三 正好我们三人一个 来 欢迎我花卷吧 没有点像 可香了 是吗 这跟平常的花卷 不太一样 你看 上面放的什么呢 它不是芝麻酱的 也不是葱花 对 它是中药 所以啊 叔叔阿姨 就三个 不够分 想吃吗 想 我们的节目组 也给大家准备了 我们的特色花卷 我们尝一尝 好不好 来 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来给大家分一份 尝一尝 谢谢 来 大家都有 尝一尝 好吃吗 好吃 真的好吃啊 它不光是面 我看着就好吃 它不光面香 就里头加了一味中药 咱不知道是什么 好像有点黄黄的 红红的颜色 有点清香味 对 这个要再来半斤 酱牛肉 我们平常这个小时候 吃的花卷啊 这里边呢 可能放的这种小葱 对吧 对对对 但是今天我们放的 不是绿色的 我们放的是红色的 又有一些泛黄 究竟放的是什么样的宝贝呢 求主人 这个就是我们新疆的 一个道地药材 叫红花 也叫草红花 这个红花 和咱们的那个脏红花 不一样 但是它的效果 是类似的 都是一个活血化瘀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它的颜色是一种红色 稍微兼加的 一点这种淡淡的黄色 为什么想到用红花呀 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想到 但是从爸爸 得了这个病以后 因为它这个心脏病 咱们的主要问题 是因为血脉不通了 血瘀了嘛 然后呢就想 怎么样给爸爸用一些 这种活血花瘀的这种办法 帮助爸爸呢 来达到这个防止 就是防止它以后 再次发作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后来呢突然想到 我们小的时候 在新疆住的时候 经常会吃这种 红花做的花卷 后来我想 咱们现在虽然 那个到北京来了 但是呢 那个 咱们在药店里 还是可以买到 咱们这个 红花的 所以呢 就从那个 医院和药店 买了一些这样的 红花 推荐给爸爸说 咱们还是接着 把小时候的这个 好吃的这个 面食做起来吧 就这样呢 我们就开始 经常的 家里 现在也是会经常 做一些这样的 红花的花卷 所以这个红花 也是新疆的 这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物产 咱们最早说 咱们其实内地 是没有红花这个药的 也是这个 张谦初始西域的时候 从西域 把这个种子带回来 然后咱们内地 才开始种植 新疆是产红花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样的一个基地 新疆的这个红花呢 它是草红花 它的这个花 是咱们菊科类的植物 平时小的时候呢 就吃这个长大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也可以从药店 从医院里 都能买到这个红花 价钱也比较便宜 而且做成这种花卷呢 也是非常好吃的 以前呢 以前这个 在新疆啊 吃这个适用油 大部分都是这个红花 红花油 这个花采取的时候 要早上 早上的时间 早早的时间 因为它的叶子长得刺 一见太阳以后吧 它的刺就用了 它扎熟 你都采不上了 红花 红花 我们知道是 要活血的 是吗 对 它在这个里边的作用是什么 红花的作用呢 主要就是一个 活血花瘀的作用 那么在咱们中医 治疗心眼管的这个领域里呢 也是非常广泛的使用 像咱们中药的这个 桃红素物汤 还有咱们的雪辅竹鱼汤 都是治疗咱们心脏病常用的 这样的方剂 在这些方剂里面呢 都用到了红花这位药物 所以说呢 红花呢 是一个活血花瘀的一个好药 那么咱们在这个 平时作为预防保健呢 也可以稍微用一些这样 红花来作为食用 就比如说我送给爸爸 让他们长期使用 长期吃的这个 红花做的这个花卷 也能帮助咱们来达到 这种活血花瘀疏痛经络的 这样的一种作用 那么如果要是这个 淤堵了以后啊 是不是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呢 对 咱们中医讲 不通则痛嘛 咱们可能如果这个经脉 发生了这种血脉欲堵的情况 亲者呢可能就觉得胸闷 胸疼 心慌不舒服 严重的呢就有可能会出现 爸爸当时发病那种情况了 面色苍白呀 浑身出大汗呀 在床上疼得打滚啊 甚至有可能会出现这种 危机生命的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 非常需要大家来重视的 这样的一个疾病 这个红花花卷啊 我都已经这个等不及了啊 所以接下来叔叔阿姨 哪一位给我们秀一下 怎么做出来的呀 他们一般都是一起合作 我们请叔叔阿姨 给大家露一首 来 有请 叔叔您现在要开始展示了是吗 是是是 我一般在家里都是 爸爸做饭多一点 真的哦 妈妈负责打下手 这是面粉吗 这是全麦的是吧 就是刚才给大家品尝的是 我们在家里做好的 那个是我们 我爸爸特地从老家带来的 用石墨墨出来的这个 就是原汁原味的这个面粉 做出来的 发面 对 爸爸妈妈他们在 一般在厨房里忙活的时候 俩人边做饭边聊天 我觉得就是在厨房里 是他们俩一天最开心的时候 那谁管钱呢 谁管你啊 谁管钱 钱的都是女的嘛 女专家嘛 难煮味 女顺利 对对对 你这个面是活得要硬一点还是软一点 稍软一点 软一点 但是水多点的 对吧 那这红花是什么 它是这个吧 和我们普通做的那个 葱花饼 打同小意 方法差不多 做的方法差不多 擀的时候再加红花 这样活好以后放上酵母 对 然后要放多久 一般是一个多小时吧 但是温度才要求 比如在这个三十度 三十度左右 三十度左右 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 觉得您这是要擀饺子皮的感觉 你这像它擀大饼啊 或者是烤囊啊 对对对对 先把它擀成一张饼 先把红花 年轻人把红花撒到那边 把红花撒上去 这个红花也不用泡 也不用处理啊 对 用处理啊 就是干的 干的就可以啊 我们小的时候 从家里就是在新疆长大的时候 新疆那些红花 就自己种的红花 就自己采出来的 都直接干净 都不用洗 直接做就行 不需要洗 但咱药店里买回来 可能还有的需要洗一下 花油 把红花撒匀 然后撒一点油 这就是清油 然后要卷起来 把油也要抹匀 把油也要抹匀 抹匀了 阿姨这手法太娴熟 你看叔叔多体贴 阿姨不愿意蘸油 叔叔马上我来我来 就是自己蒸的 你和外面比起来 还是自己蒸的 有种鸡香味 不大 还要再拧什么 把它拧出一个花出来 还要这样 这么就跟拧毛巾一样 这么一拧 然后呢 这个里边的红花和油 就绽开了这种感觉 对对对 这个样子就更加漂亮 一两瓣一个 到二两瓣一个 对对 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来一点 歌舞 好 我们新疆的歌舞 鸣歌 来两位嘉宾 来 范老脸 叔叔你们包花剪 我们给你伴奏 我们给你唱歌 给你跳舞好不好 好 叔叔这个标准的 叔叔真棒 叔叔真棒 叔叔两两个 叔叔来两个 我就老是这一动作 对 然后谁 叔叔太棒了 太棒了 叔叔太棒了 太棒了 掌声感谢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 也谢谢县长电视机船的观众朋友们 下期节目再见啦 我们下期杀的人